修窗帘 这个case是在北约克 链子掉了 窗帘成为这种状态 怎么修呢 我先把窗帘这个外围的cover拿下来 然后把窗帘先整一整 然后再看一看这个链子是怎么样搁进去 咱们再说 这个cover呢 我是摘下来了 如果摘下了这cover之后 刚才同学说了 他也应该可以 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这个旧的呢 拿下来了 然后并且整理好了 按着这个 按着这个 一会把这个珠子呢 给它穿进去 就可以了 应该穿到这里面 一番研究 把这个呢 我就给链子就给挂上去了 挂上去之后 然后把帘子上去 把这段接之处一相连 它接起来就应该可以了 这个呢就好了 其实也没什么太多技巧 我觉得 就是旁边有一个OK的窗帘 照猫画虎 然后呢 看人家怎么做 咱们就给它怎么做 给怼上去就行 反正这是很正确的 最简单的 不用思考的 这种做法 可以了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外面那个罩 给它一盖住 就可以了 好 好